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林作的混血儿笑花 每天都喜欢用俄语调戏自己 只因他以为男主听不懂俄语 于是经常用俄语对他说些露骨的话 然而笑花却不知道的是 自己所说的每一句俄语 男主都能听懂 笑死 女主爱丽是个热恶混血儿 每天上学 总有田狗喜欢约他吃饭 即便拒绝 对方总会想方设法要自己联系方式 这让他很是烦恼 不过对于爱丽来说 上学最大的乐趣 就是调戏自己的同桌 爱丽搞不懂 为什么男生居然会为了看动漫 从而牺牲宝贵的睡眠时间 男主解释 其实动漫在凌晨一点就看完了 不过由于剧情实在是太过有趣 忍不住打电话给宅宅朋友 聊了两个半小时 这举动爱丽不惊觉的 男主怕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很快到上课时间 男主发现忘记带课本 想着借爱丽的书一起看 表面上爱丽非常嫌弃 实际却乐在其中 由于睡眠不足 没一会男主眼皮就在打架 眼看老师准备找人回答提问 爱丽想着捉弄一下男主 发出的声音顿时引起老师注意 于是便让男主进行回答 当然发呆的男主 根本不知道说到哪 幸好余光中看到爱丽的提示 本以为是答案 毫不犹豫就说了出来 然而老师却说不对 让一旁的爱丽帮他回答 笑死 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爱丽竟告诉他错误答案 然而爱丽却表示 自己只是告诉男主讲到哪儿 男主顿时就不服了 刚刚爱丽明显是指着答案告诉他 笑死 殊不知男主小时候住在祖父家 经常和附近的俄罗斯女孩一起玩 不懂俄语的他 因为太想和女孩一起聊天 从而认真学习起了俄语 虽然现在忘记女孩的名字 但实打实地听得懂俄语 怎么都没想到 同桌美少女笑话 惊人会用俄语调戏自己 要是告诉对方自己都能听得懂 怕是会因为羞耻心到棚而晕倒 很快下课铃声响起 男主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 只因还有十分钟 游戏的免费转弹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一发入魂 竟抽到了SS2 看得爱丽眉头紧撞 在校内使用手机是违反校规 更何况还是在他这个学生会干部面前 二话不说就没收男主手机 不过游戏内容让爱丽有些好奇 角色名叫阅读 似乎属于神话中的阅神 但为什么不是黑发而是阴发 对此男主也不知道 表示可能是为了配合月亮的感觉吧 反正很可爱就是了 文言爱丽很是不满 紧接着把手机还给男主 笑死 等到了中午 男主来到食堂吃饭 恰好遇到学生会美女干部 有着孤傲公主之称的爱丽 和高领之花的周房 以及拒绝无数人表白的九条 传闻说好像九条已经有了男朋友 这让光头很是羡慕 也不是男主故意打击好机友 即便对方没有男朋友 他也不会有任何机会 回头一看 发现周房正找空位 好巧不巧的是 两人目光的接触 让周房露出坏笑的表情 还不等男主回答 好机友迫不及待地替男主答应下来 毕竟谁能拒绝和笑话同桌用餐 然而在聊天中得知 周房和男主竟是青梅竹马 不仅幼稚园到现在都是读同一所学校 甚至两人都一起担任过学生会长和副会长 这让爱丽很是吃醋 等到用餐过后 爱丽就醋意满满地对男主说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女性朋友 文言男主不以为然 爱丽不也是自己的女性朋友吗 殊不知这番话让爱丽暗自窃喜 担心脸色羞红的模样被男主看到 连忙谎称有事要去学生会议堂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今天刚好是男主和爱丽的职日 早早便来到教室打扫卫生 不过等她打扫完毕后 爱丽才姗姗到来 意外发现男主来得那么早 平时都是上课铃声响起钱才到 看着男主都已经搞好卫生 就表示上午的黑板留给她来擦 走近的男主定睛一看 发现爱丽的白丝竟然脏了 笑话对方也有心不在焉的一天 其实是爱丽走路太靠近马路 一不小心被卡车溅起的水花打湿 不过没多大关系 自己的柜子还有备用的袜子 但抬头一看 发现男主好像很紧张 顿时想要捉弄一下她 因为自己脱掉了袜子 不方便过去 希望男主帮她拿一下 笑死 男主有点搞不懂 心想每次爱丽害羞的时候 总喜欢标几句俄语来遮羞 难道是因为压力太大 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内心压力吗 殊不知在爱丽眼里 以为男主害羞的不敢动 于是嘲笑了她几句 也正因如此 瞬间激起男主的胜负欲 然而爱丽不过是强装镇定 没想到男主来真的 身体条件反射下 不小心一脚把男主踢碎 穿好袜子后面红耳吃的跑出教室 见状男主连忙追了出去 知道刚刚的举动可能吓到了她 正是向她道歉 殊不知爱丽其实并没有生气 只是有点害羞而已 但肯定不会说出来 不过也被踢了男主道歉 男主表示问题不大 笑死 害羞的爱丽再次跑走 男主也知道玩笑开过头了 再次追了上去 就这样足足追了十分钟 拿出买好的饮料向爱丽道歉 只因发现她平时都喜欢喝红豆汤 文言爱丽内心怦然跳动 看在男主那么细心的份上 那么勉为其难的收下好了 刚好跑了那么久也有点口渴 自以为同桌听不懂俄语的她 每天都喜欢在对方面前说些露骨的情话 可笑话不知道的是 自己所说的每一句俄语 男主其实都能听懂 当看到对方和青梅竹马有说有笑 醋一大发就忍不住用俄语调戏男主 笑死 殊不知让爱丽失落情敌的笑话周访 被地理欺视和男主是亲兄妹关系 只因妹妹对恋爱漫画喜欢的无法自拔 同时特别喜欢角色扮演 所以在学校中 特意贯彻和男主是青梅竹马的设定 正常来说 青梅竹马属于从小玩到大 且没血缘关系的人才对 但妹妹并不这样认为 兄妹同样是从小玩到大 所以也算是青梅竹马的一种 对于这种设定 男主很是无语 等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就被扑醒 男主也是服了 本想着假期好好睡懒觉 却被妹妹硬拉去约会 但看着一点点布料的衣服 竟要一万五千日元 这和抢没什么区别 妹妹不以为然 毕竟女装布料单价可是很贵的 话说回来 从刚刚开始 男主于光中一直看到银色的东西闪来闪去 本以为只是错觉 却不料竟是爱丽在暗中观察 殊不知两人来到这一层后 妹妹早就发现爱丽八卦的事情 正当男主思考如何狡辩时 阿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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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 以为和咖喱味调料包差不多 当看到门口那凶神恶煞及地狱二子 艾莉才知道大错特错 男主本想劝艾莉放弃算了 但对方却毅然决然走了进去 看到菜单后艾莉猛逼了 仿佛就像地狱介绍一样 完全看不懂 见证妹妹解释 菜单上的血池地狱 是一种以鲜红汤底为特色的拉面 也就一点点辣 而真山地狱 是一种会辣到仿佛有无数根针在舌头上跳舞 至于最后的无间地狱 据说吃完会辣到毫无知觉的拉面 闻言男主觉得就选血池地狱文妥点 毕竟都是第一次尝试 艾莉和妹妹也赞同男主的提议 余光中艾莉发现 今天的周房打扮穿着有点偏男子气 让她有点惊讶 周房解释刚好假日 就打算换换风格试试看 闻言艾莉也没多想 然而 笑死 也就在这时端好拉面来了 火辣辣的刺痛感扑面而来 艾莉顿时汗流加倍 周房表示趁面还没胡掉赶紧吃 艾莉只好强压恐惧 不断地安慰自己 专家曾经说过 只要一直吃就感受不到辣味的刺激 但她怎么都没想到 仅是一小口 辣味犹如狂风暴雨般地不断刺激味蕾 仿佛看见太奶向她招手 男主正想劝艾莉放弃 却不料周房故意打断了她 看到艾莉喜欢吃辣 高兴 表示如果加上这个鬼之类 可以加强辣度和风味 然而当男主看到妹妹的表情 就明白是故意在捉弄艾莉 男主劝艾莉不要加比较好 当然艾莉是不可能听劝的 指甲一滴肯定不会辣到哪去 最后艾莉被腊晕了 都不知道怎么离开拉面点 清醒过来发现周房已经不在这里 说是有东西要买自己逛街去了 男主于光中看到附近的雪糕车 于是买了个给艾莉 当作是替妹妹的道歉 男主记得艾莉好像要选学生会长 有点好奇为什么想要选 艾莉觉得既然有进步空间 为什么不去追逐呢 不过却没找到一起参选的副会长 口中谎称随便找个名义上的副会长就好 但其实内心想和男主一起参选 吃完后 由于周房还没那么快回来 想邀请男主陪他买衣服 文言男主有点惊讶 让男生陪女生选衣服什么的 应该是相当亲密的男女才能做的事吧 不过仔细一想 似乎艾莉是没有可以一起去买衣服的朋友 于是就温柔地答应下来 不过等回到商场 艾莉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男主突然变得那么温柔 感觉像是嘲讽自己无法选上学生会长一样 气鼓鼓地来到十一间 想要卯足全力办一场时装秀 让男主害羞的小路乱撞 换衣服的过程你们不爱看 很快就换完衣服 想着给男主一个惊喜 如果对方敢露出毫无反应的表情 就狠狠赏他一巴掌 笑死 艾莉怎么也没想到 大直男男主居然会说出可爱两字 仿佛对赞美女孩极其熟练 不禁让他产生误会 脑海中闪过周房样子 不服气的他暗自较劲 想到对方今天穿着偏男孩子气打扮 于是自己立马也换了一套 笑死 艾莉在男主的一声声赞美中 渐渐地迷失了自我 于是换上更加成熟大胆的服装 这次必定惊掉他双眼 笑死 艾莉尴尬的脚趾头都要抠出三十一厅 回去的路上 艾莉已经陷入了小脑萎缩状态 不过今天的逛街周房很开心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一起逛街 艾莉也是答应下来 当两人下车后 回过神来的艾莉好像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 自从遇到男主后 自己的人生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因在小时候 无论对任何事都喜欢全力以赴 老实布置的作业内容 都会亲自去调研了解情况 本以为小组的同伴都是一样 却不料大家都不为所动 只因在他们的认知里 面包店不就是卖面包 服装店也是如此 根本没必浪费时间去调研 以至于只有艾莉自己 认认真真的分析每个行业的特点 可惜即便做得再好 个人努力终究比不过其他小组的合作 自那以后 艾莉渐渐封闭了内心 不再对他人抱有期待 反正不会有人会和他一样用同等的热情 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 既然如此 就决定所有事情全都自己来做 之后过去了两年半 艾莉通过升学考试 转入了樱花高中 从此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看着自己的同桌男主很是无语 整天一副不够睡的样子 不仅上课时经常忘记带课本找人见 更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仿佛肾序一样 随时都要晕倒的样子 渐渐的艾莉对自己同桌愈发嫌弃 转眼间学员计准备到来 班级决定办鬼屋 每个人都分工合作 艾莉小组负责衣服装扮 由于时间紧过 即便等到了放学 艾莉也想努力地赶上进度 然而在其他人心里 不过是学员计 让她今天先回去休息 剩余的工作 她明天已经请了工艺社一起来帮忙 同时也申请了合宿楼的使用许可书 如果能办个在学校过夜的活动 想必那些提不起干劲的人 应该也会拿出干劲吧 总而言之让艾莉先回去 毕竟一个人无论多努力也是无济于事 文言艾莉内心极其委屈 她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 既然要参加 就要拿出优秀的成果给众人看 而不是半调子赶出来的作品 明白大家也不太看重学员记 所以自己会连同大家的分一起努力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的合宿提议 瞬间燃爆在场的男生 大家的分工合作 都有序地完成鬼屋所需要的道具 眨眼睛来到学员记 艾莉扮演的女鬼 加上浑身鲜红的道具 吓得学生抱头鼠串 最后更是获得了班级优秀奖 这让艾莉有点不敢置信 等到了晚上 众多学生在操场上跳舞 庆祝学员记得完美落幕 而艾莉发现坐在一旁的男主 于是也坐在她的身边 不过男主询问 难道艾莉不会跳社交舞吗 对方去的话肯定很受欢迎 艾莉不屑一顾 她小时候可是学习过芭蕾舞 只是觉得很麻烦 才已不会跳当作借口 文言男主小心敌补 不愧是被人称为孤高的公主殿下 不料被艾莉听到 有点闷闷不乐 她可不喜欢公主殿下这个词 听起来就像是 不知人间疾苦的童话公主 不可否认自己长得漂亮 但却从来没有依仗过这个优势 所以被人这样称呼 就好像把她至今为止的努力 都归功于容貌一样 不过也很感谢男主 回想起自己的做法 的确是有点问题 如果坚持一个人完成的话 肯定没办法这么开心的享受学员记 也就在这时 三个哥布林争先恐后 想要邀请艾莉跳舞 即便被拒绝 也不想放弃 唯一邀请艾莉跳舞的机会 就在艾莉烦不胜烦的时候 阿瑞 战略 行こうぜ 早 ちょ ちょっと 心臓感 うるさい そうそう さっき言ってたよな バレーをやってたから フォークダンスなんて 見ればできるって ええ それじゃあ お手並拝見と行こうか おひねさん ちょっと 回忆到此结束 姐姐玛丽亚怎么都没想到 原来自己的妹妹 因为这个契机喜欢上男主 然而艾莉满脸否认 两人只是朋友 うんうん 友達から恋人へ 王道よね 私とサー君もそうだったもの ね 看着姐姐一脸娇羞样 艾莉都无语了 每次一说到阿珍 就会被塞满口狗粮 殊不知等到了第二天 妹妹让男主来学生会帮忙 遇到的艾莉的姐姐玛丽亚 刚好男主今天的任务 就是陪玛丽亚外出采购 阿莉ちゃんのお友達なら 私にとってもお友達だもの はぁ じゃあ マーシャさんで ん よろしく ね マリア 看着男主的脸蛋 发现和小时候的初恋 对象一目一样 于是决定用俄语试探一下 男主的反应 ノシュト パイジュン すいません なんですか ごめんなさい いきましょうかって いただけなの 转眼间来到商场 マリア 发现一只玩偶 长得很像艾莉 于是想着 根据学生会成员形象 挑选几只玩偶 虽然不知道会长 会不会赞成 不过有只戴眼镜的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可惜在男主的 再三劝说下 最后只买了一只 猫猫玩偶 取名叫艾莉猫 紧接着来到红茶店 マリア 准备买点红茶回去 拿不定主意的 他打算询问下 男主的意见 男主表示 自己也不太懂 如果换成妹妹的话 肯定知道 只因男主的父母 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原本跟爸爸生活的他 看到妹妹体弱生病 就让妹妹 留在富豪的爸爸家 自己选择了跟妈妈走 等回过神来时 发现玛利亚呆呆地 看着自己 似乎感觉到 男主的心情很难受 你很困难的 你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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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和玛利亚 采购完回到学生会 看着对方手上的玩偶 会长陷入了沉思 同时非常庆幸 要不是男主跟着去采购 学生会办公室 怕是变成玛利亚的梦幻波度 于是想着再一次 邀请男主加入学生会 只因在国中 十七男主担任副会长时 创下了许多佳绩 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过男主还是拒绝 以前之所以当副会长 并不是有什么宏大目标 说白了也是一己私欲罢了 却不料会长并不在意 殊不知他和男主一样 为了让喜欢的女生看上自己 才来当这个学生会会长 他以前可是两吨半的胖子 不仅是个死宅 成绩很烂 也不擅长运动 但为了成为配得上喜欢的人 竭尽所能地改变自己 同时当上学生会长 如今对方不仅是自己女朋友 而且还是副会长 所以加入学生会 动机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玛利亚也觉得 无论起因是恋情还是友情 只要有好好的履行学生会责任 留下成果就好嘛 希望男主能好好考虑一下 他们都非常欢迎男主的加入 文言男主沉思了一回 看着艾莉的空座位 好奇地询问他去哪了 会长表示 艾莉去了调解棒球社和足球社的纠纷 只因棒球社为了校计赛 要经常用操场 恰好今年足球社也要参加区域赛 双方为了操场使用都不想退让 虽然附近河岸可以代替练习场 但双方都不愿意过去 毕竟操场条件肯定比较好 身后的队友争吵不休 队长们都保持沉默 无论艾莉怎么劝大家冷静 可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她说话 渐渐地艾莉发现 似乎自己的语言根本没办法打动人心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 所有事情都是一个人完成 太过较真的她总是瞧不上别人 推开别人和拒绝亲近任何人 或许现在这就是她的报应 一直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说大道 导致如今没有人愿意听她这种人说话 帮助 谁也会帮助 帮助 殊不知离开学生会的男主一直在门口偷听 原本并不想插手艾莉的事 让她增长经验 但听到艾莉委屈的求救声 内心感觉到一阵忌痛 身体本能般地走了进去 男主倒来艾莉有点惊讶 同时众人似乎也听过男主的名字 见状男主谎称是学生会总务 在会长口中也了解了事情起因 考虑到移动人数的问题 提议棒球社改去河岸训练 不过相对的 人数较多的足球社需要派人到棒球社支援 虽然一开始棒球社还是满脸不愿意 但听到足球社的美少女经理都可以去支援 棒球社只能说真相定律 于是双方就这么决定下来 看到男主来到没两分半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让自己束手无策的事 艾莉内心感到一阵怦然心动 等离开后 艾莉好奇男主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方案 正常来说棒球社不可能会接受的 但在她看来 男主好像早就知道那位经理愿意去支援 而且进来的时候 就一直盯着那位学姐 文言男主不禁地笑了出来 表示其实那位经理学姐 正和棒球社队长交往 当初他们两人的交往可引起不少骚动 争吵时对方故意沉默不语 是因为他很在意女朋友 但同时也不能公私不分 女朋友这边也知道足球社是在无理取贸 所以提出这个方案后 他一定会答应 更何况有漂亮女孩子支援 棒球社的人自然会很高兴 所以最终是两全其美的方法 这时看到会长在前面等着他们 男主瞬间明白 这一切似乎都是会长故意引导自己过去 不过会长不承认就是了 同时男主也决定 加入成为学生会的一员 而会长似乎早有预料 事不宜迟拉着男主填写入会申请 很快填完后 爱丽和男主在回去的路上 忍不住询问男主 之所以决定加入学生会 是为了和周房一起参加会长选举吗 不过自己不会轻易放弃 即便对手是你 文言男主微微一笑说道 你总是这样的勇往直前 那么我来帮你选上学生会长吧 如果你想要 我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 再也不会让你孤单一人 从今以后 我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优优独立 可雨西 你可 YU NAS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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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 气笑了后 艾莉主动拉回男主 两人回去的路上 男主有点感慨 她还是第一次被羽孩互巴掌 殊不知到家后 艾莉看着男主那红彤彤的脸颊 于是打算给她小小的奖励 嗯 艾莉每期明约地表示 这只不过是吻家里吧 脸色羞红的解释在俄罗斯可是很常见 然而回过神来的男主察觉 脸颊里不是互碰脸颊而已吗 怎么上嘴了 殊不知另一边的艾莉 回想起自己对男主的表白 还有楼下那大胆的举动 脸色烫得久成熟 有点不想承认自己如此大胆 安慰自己肯定是被当时的气氛冲昏脑 回到家后不久 男主便坦白从宽 将自己要助艾莉成为学生会长的事告诉了周房 本以为妹妹听后会很生气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结果周房在意的重点却是 这可把男主慌张得不行 不过玩笑归玩笑 很快在恢复了正常后 周房却表示无所谓 因为发展成动漫情节那样的兄妹对决 在她看来似乎也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只因她知道哥哥最喜欢的还是自己 但就在男主感觉她还算懂事的时候 下一秒她却突然话风一转 不过总而言之 眼见周房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笑嘻嘻的样子 男主也放心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周房却非常失落 感慨男主选择的人为什么不是她 但纵使如此 她也绝对不会认输 第二天一早 男主忽然感觉有些奇怪 因为如果是平时的话 周房铁定会钻进她的被窝 然后对她进行叫醒服务 然而今天却反常的没有来 让她竟然睡到自然醒了 联想到周房虽然表面上没说 但其实心里却非常在乎后 就在男主打算今天对她做些补偿时 却不想忽然她却遭到了周房的偷袭 原来这是周房给她的惊喜 如果男主以为会以悲伤的桥段结束 那就错了 她可是会说到做到的女人 会一直等着男主回心转移 但很快让男主无语的是 周房虽然能钻进她的床下 但结果进的时候好好的 想出的时候却发现出不去了 听到周房想让她拉一把后 于是没有丝毫犹豫 与此同时学校了 爱丽则有些心烦意乱 原来经历昨晚假吻一事后 她几乎一整晚都没有睡 不知道今天该与男主如何相处 本来想了想她打算和平常一样不就行了 但直到男主真的过来后 她却忽然发现只是平常那样的打招呼 竟能让她莫名的小路乱撞 就感觉男主比平常帅了许多一样 不过表面上她却不露声色 接着更让她不可置信的是 今天整整一早上 男主竟然都没有打瞌睡 而是在专心的听老师讲课 要知道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而很快一个可能性也浮现在了她的脑海 难道男主是为了助她当上学生会长 所做出的改头换面 于是这也不由让爱丽非常感动 导致她一早上都在偷偷观察男主 但就在体育课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看到男主不小心被排球打到了后 这也让她担心不已 于是没能忍住 很快她便独自找上了男主 并问她有没有事 但这一幕对男主来说却堪比火星撞地球 爱丽竟然还会担心她 这非常不对劲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爱丽却是认真的 下一秒为了确认她的身体状况 竟然用手触摸她的额头 可她是被打又不是发烧 而且还是被打到了后脑勺 尽管有些匪夷所思 但男主却非常感动 她能清楚感受到爱丽的真心 同时也不禁让她浮想联天 难道对方昨天用俄语对自己的表白 并不是一时意乱情迷 也不是在享受那种 不知道会不会穿帮的刺激 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 就在她感觉找到了真相的时候 这时爱丽也发现了 男主的表情有些奇怪 不过她却并没有多想 而是仍在担心男主的伤势 提一要不要先去喝点水 于是顺势而下 很快两人便找到了 干净又卫生的水龙头 但让男主没想到才刚喝上一口 她随意的一瞥 却让她看到了如此香艳的美景 不堪不知道 世上竟有人只是喝个水 都能如此动人 于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 但男主又岂能实话实说 而在用天气很热忽悠过去后 不想这一幕却被玛丽亚看到了 再表示把自己淋得那么湿 如果感冒了怎么办后 而下一秒也不等男主说话 然而这一幕却让爱丽吃错 她毫不犹豫地便想将男主给拉走 并告诉姐姐也回去上课 虽然这让玛丽亚有些懵逼 她不也才刚过来吗 但爱丽的心思她又岂会不清楚 而在告别了以后 此时男主却很忐忑 现在想起她当前的言行似乎有些变态 但就在她以为自己会被骂一顿时 却没想到爱丽还是在担心她的头 不用冰敷真的没事吗 原来搞了半天 她以为男主是为了冰敷伤口 才会在当前去冲冷水的 说罢便又要去摸男主的头 可先不说这又怎么能确认 这时男主也终于忍不住 为何爱丽今天会对她这么温柔 而听到此爱丽也不装了 表示男主既然为了助她 当学生会长而改头换面 所以她这么做并不算什么厚 这却让男主一愣 解释她今天之所以没打瞌睡 只是因为难得睡到了自然醒后 这也让爱丽傻眼了 原来搞了半天 男主不是为了她就算了 再想到昨天还睡得很饱 这也让她隐隐有些愤怒 要知道昨天因为假吻一事 可是搞得她几乎一整晚都没睡 而男主却能毫不在意地睡得那么香 就在她想爆发的时候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男主却知道自己铁定会被打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 于是她也主动伸出左脸 但与她想象中不一样的是 但这在男主看来 这才是她平时熟悉的爱丽 很快也来到了放学后 说起来她现在也算是学生会的一员 而在主动邀请爱丽一起去后 到了学生会才发现 有一张她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但得知这是学生会长的女朋友后 男主也没什么疑问了 而很快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到场 虽然在场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她 但学生会长却还是想让男主 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本来爱丽还依旧对男主有些计仇 但直到听到她自我介绍的最后一句话 爱丽表面是个高冷笑话 背地里惊识的傲娇小甜妹 为了调戏男主 故意用进口汤勺为男主吃圣诞 更是谎称这亲密举动在俄罗斯很常见 欸 マジで 啊 普通に嘘的啊 これ ほら 啊 嗯 笑死 就在两分半前 男主加入学生会自我介绍完毕后 妹妹周房假借要去美术社讨论当借口 希望身为会计的爱丽也能一起去 当然爱丽也没想太多 但男主却有不对劲的预感 果然不出所料 路上爱丽表示想和周房聊聊 于是两人来到一间空教室 爱丽向周房摊牌 她已经决定和男主一起参加学生会长选举 虽然不是什么亏心事 只是想亲口和周房说清楚 本以为对方会很惊讶 不曾想周房对于男主的选择毫无怨言 只是没选择自己心里稍微有点遗憾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其实爱丽想知道周房对男主的情感 殊不知周房也很好奇爱丽对男主是怎么想的 虽然爱丽扭捏捏的说只是好朋友 然而这举动 周房一眼就看出爱丽其实是喜欢着男主 于是想着逼问爱丽 自己都已经表明深爱着男主 希望爱丽也能老实说出来 得知答案的周房很是兴奋 表示是时候去美术社了 而回过神来的爱丽 才发现似乎说了很不得了的话 与此同时学生会教室内 男主和玛丽亚一起整理资料室 惊讶发现 虽然玛丽亚有时候不着调 但工作能力却意外的好 但对于根科学姐来说 简单的资料寻找都能弄得乱糟糟的 不过在社团协调的时候 却是最佳的人选 眼看工作的差不多 玛丽亚打算泡点红茶喝 男主好奇询问 正常来说在俄罗斯 红茶应该属于冬天的饮料 闻言玛丽亚有点意外 没想到男主对俄罗斯那么了解 对此男主谎称只是陪祖父看过几部俄罗斯电影 实际是因为想和小时候的女孩说话 从而多了解一点俄罗斯事情 正常果酱是直接加到红茶里面 但玛丽喜欢一口果酱一口红茶 于是男主好奇尝试看看 不料感觉甜得令人发颤 爱丽表示 在俄罗斯年轻女性座边脚位会变倒霉 根本不是找借口和男主贴贴 然而当男主顺着爱丽视线看向周房 发现爱丽似乎在宣示主权 自己好像被卷入修罗场当中 连忙转移注意力询问玛丽亚 爱丽说的话在俄罗斯真有这种迷信吗 玛丽亚表示虽然有着说法 不过是会比较晚婚才对 阿莉亚ちゃん もしかして結婚したい相手が見つかったのかしら そんなわけないでしょ ただの気分よ そうも一生 笑死 等到了放学 回想起爱丽的举动 想逼妹妹周房肯定对她说了点什么 刚好路过家庭餐厅 于是邀请爱丽进去坐坐 顺便谈下今后选学生会长的事情 文婷此言爱丽内心顿时有点失望 Atenis Vidani Etto? あなたはそういうつもりだったんですか? Ariaさん! 然而一进餐厅 爱丽化杯分为食量 直接点了两大杯盛代 美其名曰不吃点甜的脑袋 没办法运转 不过好奇询问男主 是不是和周房在交往 却不料男主毫不犹豫 回复不可能 刚好趁这个机会 对爱丽说清楚 周房其实表面看起来舒适 内心实际极其的腹黑 他说的话大概是在捉弄你 越是慌张他就越开心 不过对于学生会竞选 再这样下去 怕是赢不了周房 只因按照惯例来说 学生会应该会有三组候选人 但以前国中时期 他和周房参选时 共有六子 当学生议会时 就有一半人退出 各个候选人都觉得 自己赢不了周房 然而看着男主的难难自语 爱丽心思完全不在此处 男主一脸若无其事的分析 仿佛很习惯 和女孩子来家庭餐厅 越是这样想越咬牙切齿 似乎把吸管当成男主一样 恨不得把他咬死 听到男主说好吃的样子 于是想着捉弄一下对方 用自己的进口汤勺 为男主尝尝看 美其名曰再叫服务员 拿新汤勺过来太麻烦了 而这点亲密举动 在俄罗斯很正常 笑死 然而回过神来的男主 看着汤勺 两人顿时感觉有点尴尬 于是想着点点吃的打破气氛 同时拿了新的汤勺 这让艾莉不惊觉的 明明自己都觉得没关系 没想到男主竟意外的纯情 不过对于面部改色的间接接吻 男主好奇俄罗斯人都经常这样的吗 然而男主也没想到 以家庭餐厅来说 这个辣豆腐的辣度做的还蛮好吃的 随意的问一下艾莉要不要尝试 反应过来才想起 这对于艾莉来说太辣了 艾莉心里迪布 如果拒绝的话 就会被男主发现自己不喜欢吃辣 于是表示浅尝一口就好 却不料男主随意一勺 就勺到一整根辣椒 艾莉都要吓坏了 赶紧 那 那 那 最好吃的地方 谢谢 笑死 回去的路上 可怜的艾莉小嘴嘴都被辣肿了 等到了第二天 周房找到了和她一起竞选会长的成员 然而当看到来人 男主一脸不敢置信 就在从学生会的办公室离开后 有希便派出林乃前去试探男主 试图改变她要帮女主当上学生会长的决定 可没想到男主的态度居然如此艰索 即便是让林乃搬出父亲也毫无作用 有希觉得是分开酒了 感情大了 可没想到林乃居然告诉她 男主表示有希依然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闻言有希当时就兴奋了 连忙到窗外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防止因为过度激动而缺氧 冷静下来后两人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 由于女主是转校生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不看好女主 觉得有希肯定能当上学生会长 有希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不知道当年被誉为神童的老哥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扭转这样的局面 此时此刻有希只感觉自己成为了漫画中的最终宝 告别林乃后男主回到了教室 林乃的几位好兄弟正在鉴赏最近热门的永伊写真 询问男主觉得上面哪一个最漂亮 男主没有多想 直接指向了其中一位天然呆 见状好兄弟当即表示和玛莎好想 该不会玛莎就是男主喜欢的类型吧 闻言男主连连否决 但脸上的红韵却瞬间出漫了她 而也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杀气突然袭来 文言男主人都骂了 还以为女主洞悉了自己的想法 但没想到他关心的却是自己手上的永伊写真 见状男主顿时放下了心 虽然说在这种书境学校是违规的 但看在之前的情分上 女主还是打算放男主一马 不料他们接下来的行为居然这么过程 见状男主连忙提醒两个好兄弟 让他们快点说些艾莉的好话 直到这时好兄弟才发现 他们刚才的言论全都戳中了女主的痛 连忙站起来表示 如果有女主那样的颜值 那么之前说的问题就不不是问题了 本以为这样一来女主就会高兴 可没想到却起了反效果 女主觉得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花瓶 于是为了惩罚 直接没收了他们视若珍宝的永中写真 放学后 学生会的众人为了迎接林乃这个新成员 习聚在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下午茶活动 此时几人正在共推排酒 有戏宛若战神一般大杀四方 女主手中的糖果没过多久就输了个精光 不给女主哀悼的时间 发牌员还在继续发牌 看到这一幕 会长感到十分惊喜 她原本以为女主的性格 应该比姐姐玛莎还要平稳 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容易露出鸡脚 相比之下 玛莎简直让人难以捉摸 对此会长的女友也表示了同感 她也一直看不透玛莎在想些什么 虽然说平时看起来很好 但总是会不时让人觉得像是天然呆 这时林乃突然犯了职业病 给众人倒起了茶 由于知道她是有戏的侍从 所以众人也对此见怪不惯 不过他们却十分好奇 林乃为什么会选择去做侍从 难道说这是她家的祖业吗 林乃表示她的祖父母 确实也担任过周房家的侍从 不过却不是传承制 她的父母现在是社从 成为周房家的侍从 看到她差点说漏嘴 男主连忙开启对内语音 本想责怪两句 可看到她坚定的像是要入导的眼神 男主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时会长突然打断了他们 询问林乃一举一动都不发出声音 也是适从的必备技能吗 只因从刚才到现在 林乃无论做什么都是敲咪咪的 林乃表示没有错 身为庸人必须要化为空气 所以她从小就经历了极其严格的训练 唯一被马莎的说话声打乱 她的红茶喝完了 想让林乃给她再加一杯 说吧便坐到了男主的旁边 正想趁林乃倒茶的功夫 跟男主抱怨一下妹妹书牌后的啰嗦 不料林乃却表示茶没了 见状马莎当即主动请命 好家伙 马莎十分感谢男主能帮助妹妹 只因妹妹从小就没人能依靠 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帮助她了 此话一出 男主顿时想起了刚才众人对马莎的看法 连忙询问她是不是故意在女主面前装成天然呆的样子 文言马莎顿时呆住 紧接着便毫不掩饰地表示 她之所以这么做事不想和爱丽争 因为爱丽这么要强 如果连自己都成为她的对手 那么她就是孤身一人了 不过温吞的性格却不是演的 如果总是绷着神经的话应该会活得很累吧 她只是在爱丽的面前装作无忧无虑吧 想到此处 马莎不禁有些感慨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真是复杂 虽然说是最亲近的人 但双方之间难免会互相猜忌 文言男主也略远同感 想到妹妹在家里那一天的样子 难道也是在包容刺单堕落的自己吗 只是瞬间 男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紧接着便对马莎发出夸夸 好家伙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无奈之下 男主也只好强行掩饰 表示她摆烂的理由 其实没有马莎那么高尚 她不过是想让自己轻松点 才会装得那么不正经 因为那样就不会有人来找她帮忙了 男主本想就这么糊弄过去 但这拙劣的谎言 怎么可能骗得过马莎这种顶级玩家呢 古山放话要让男主滚出学生会 学生会长便收到了古山送来的辩论邀请 想要在加入学生会这一流程中 加入教师审核的环境 方便将那些老实不满意的插声筛选出去 没有错 点的就是男主这个摆烂格 会长本以为如此针对性的变态 男主和女主必然不会迎战 可没想到他们两个居然答应了下来 只因击败古山团队的话 他们的声望就能提升 更何况之前他还羞辱过男主 女主说什么也要帮他出了这口热气 见状 会长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当天下午 男主和女主便做好了详细的应对措施 无论古山从哪方面展开公式 他们都可以进行完美的应对 做完这一切后 这可把女主整懵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难道说是因为我的问题吗 是我害男主遭到了针对 想到此处 女主整个阴摸住了 本想说放弃和男主的组队 可当男主转身看向他时 他的心中莫名升起一股决心 想要以雷霆之势替男主击碎非安 很快就到了辩论赛当天 男主和女主正在大兵门口 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不料这时却有一位黄头发的妹妹 她便是古山的同伙工前奶奶 在学校里的人脉 她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闻言女主觉得 她会是选举上的巨大威胁 不料男主却表示不必担心 她只要全力以赴的 迎击古山就好了 看着台上黑着个脸 紧张兮兮的名字 台下的同学们 都觉得古山赢定了 这种情绪 也一瞬间蔓延进女主的内心 眼看着就要再次赢了 好在男主及时缓解了这个气 好家伙 好家伙 五倍楷磨牙 而为了防止接下来发生意外 男主在离开之前 也是稍微提点了一下女主 表示她的敌人 从来不是什么古山或是奶奶 而是她心目中 那个完美的自己 接下来她只需要扮演 成自己想象中最帅的样子 然后放心大胆地去做 实在不行的话 我包音哥会出手了 听到这话 女主顿时放下心来 很快辩论开始 古山先是大张旗鼓地 抨击了学生会乱收人的行为 并列举了以往三年的学生会干部 发现大多数人都和前任干部有深度交流 这一下就让同学们产生了学生会开后门的闲 紧接着在场中情绪酝酿到极致的时刻 古山直接放出大招 表示你们也不想一个插生走关系加入学生会 然后每天都骑在你们头上吧 此话一出 场中顿时议论纷纷 觉得让老师来选择学生会干部才是正确的决定 此举更能提升学生会的权威性 而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务 女主却半点不慌 表示古山的观点简直大错特错 让老师来审核干部选拔 那和找个太上皇有什么距离 此举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会的权威 反而还会使其大大降低 因为在学生会中 最受大家欢迎和尊敬的人就是学生会长 因为那是在经过激烈的竞争后被大家选中的人 而任用学生会干部便是大家赋予会长最核心的权利 一旦将其剥夺 哪怕是让出一部分 那么学生会的存在便毫无意义 只因学生会诞生的目的本就是让学生高度自治 听到这话 台下的同学纷纷低头沉思 觉得女主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一时间不知道该占哪怕 眼看局面陷入僵持 古山有些坐不住了 直接放出了超级大卷 表示如果拥有这一权利的会长和副会长失控了不断 与此同时旁边的奶奶亚用手机发出了一条讯息 下一秒 场上突然就有人议论起了女主是转校生的事情 一时间场中流言不断 刚刚才好转的局面瞬间逆转 见状女主人都骂了 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好在这一切都在男主的预料之中 听到场下对她的舆论 这也瞬间让她忘了古山刚才问了她什么问题 而在古山的追问下 这也让她整个人都不好 就在她感觉一阵恍惚时 就这样男主也由幕后转到了幕前 她先是风趣地开了个玩笑 表示爱丽是因为讲太久让喉咙哑掉了吗 此言一出 也瞬间引起了场下一阵哄笑 眼见自己的目的达到后 接着她也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傻眼的问题 他们真的有必要继续讨论这个议题吗 说着她便指向了学生会长 表示明明大家从一开始 想法就已经很明确了才对 众所周知现任的剑棋会长 在曾经也是一位毫不起眼的劣等生 可就是这样的她却靠着努力反而后来居上 不仅接下来用成绩打败了所有人 更是从阴沉的劣等生 变成了如今威风凛凛的学生会长 而有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 正是说明了不管是哪种学生 只要有热忱在 都能成为学生会干部的这个制度是对的 也正因如此 他们现在的议论从始至终都毫无意义 此言瞬间就让场下哑口无言 也正因如此 学生议会不得不提前结束 以艾莉的胜利为告终 而等所有人走后 唯独男主和艾莉还留在这里 趁着这个机会 艾莉也说出了自己一直都想问的一问 为何男主没有选择周房 而是选择和他成为了搭档 但对此男主却说得很含糊 表示之前他之所以会和周房成为搭档 并不是他主动的 而是一种愧疚心在作祟 让他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 但可以说的是 他这次会选择艾莉却是主动的 因此艾莉也无需拿自己和周房比较 至于因为什么他却说不出来 听到这不禁让艾莉笑出了声 而这也顿时让男主有些羞怒 倒是他反而还想问艾莉 为何会想和他成为搭档 而事后女主也得知了古山 针对他们的原因 原来她是兄妹CP的 虽然说她不知道 有希和男主的关系就是了 此时赛后的会场中 有希在VIP观战厅 点评着刚才的一切 林乃觉得男主和女主的发挥都很不错 艾莉约男主来到学生会教室 只因上次的学生议会后 林震脱逃的古山同学 成为了所有学生的笑柄 心地善良的艾莉很是担心 想着帮古山恢复名誉 虽然结果会让他们 学生议会的胜利白费 艾莉原本还担心男主会不同意 男主文言觉得结果什么的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艾莉内心的想法 既然是艾莉的决定 那么自己就会无条件支持 这话顿时让艾莉脸色羞红 但殊不知两人的谈话 被躲在桌子底下的会长和学姐听到 当然男主也是发现了 本想着若无其事抓准时机离开 然而怎么都没想到 此时艾莉一脸娇羞地看着自己 仿佛即将要触发什么恋爱喜剧的环节 只因男主无条件支持艾莉的举动 让她瞬间陷入了恋爱脑当中 于是为了避免恋爱喜剧的上演 男主只好询问躲着的两人什么时候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艾莉顿时一惊 脸色煞内间变得久成熟 而甘大的两人表示只是在地上找东西 笑死 眼看艾莉害羞地逃走 男主特意找上了奶奶亚 约她去了无人的教室 只因她和古山市搭档 刚好在艾莉的请求下 希望能够出面平息下周围人的闲话 文言奶奶亚很是意外 没想到男主居然那么压撒戏 毕竟姑且她和男主还算是敌人 不过还是答应男主的请求 到时针对古山中途逃跑的事情 找个合理的理由传出去就好了 文言男主二次元之魂突然爆发 按照漫画角色来说 肯定会秘密叫手下出手之类的 好奇的她喊了夏琳奶的名字 男主都猛逼了 完全不知道两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其实是有希发现男主和敌对接触 就抢先一步躲在桌子底下偷听 还没来得及多问 恰好看到正四处找男主的艾莉 当看到和有希在一起后 内心就像吃了一斤柠檬一样 回到教室 男主怎么解释艾莉都一脸不幸 美其名曰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很正常 不过当放学来到学生会复习时 男主莫名发现 明明空位很多 艾莉就喜欢贴着自己坐 男主心想千万别被人看到 然而话音刚落 有希和林奶就来到学生会 刚好看到两人在复习 表示不介意的话可以一起参加 然而就在几人复习时 马夏也来到学生会 中途休息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本催眠书 任何人都能办到的催眠书入门 感到有趣的 她想让艾莉催眠一下看看 可惜马夏怎么撒娇艾莉都无动于衷 于是转头拜托男主 对她催眠看看 这一幕让有希不惊觉得有趣起来 见状男主就按照书籍上面的步骤 开始催眠马夏 本以为会是假的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当自己拍手后马夏真的被催眠了 虽然马夏看起来毫无反应 但在艾莉看来都是演戏而已 然而腹黑的有希建议 让艾莉亲自试试看看 笑死 有希眼看两人都被催眠 内心顿时萌生出大胆的想法 按照二次元的发展 如果不小心对笑花美女 施展了催眠书 那么肯定要做一些色色的事情 于是对着艾莉和马夏下命令 两人的个性会逐渐变得开放 同时将失去理智 让身心都变得赤裸裸的 然而有希怎么都没想到 马夏的行动有点出乎意料 居然把男主和艾莉当成宝宝 不断地摸摸头 更没想到的是 与此同时马夏也站了起来 竟和艾莉一样自顾自地拖起了外套 即便男主连忙解除催眠术 两人还是毫无反应 正当不知所措时 根科学姐刚好来到学生会 看到眼前这一幕顿时陷入了沉思 经过两分半的解释 根科学姐只好施展物理解除方式 令两人恢复出场设置 最近期末考试即将到来 男主不得不熬夜复习 但就在他坚持不下去想要看动漫时 白毛给他打了电话 见状男主还以为是对方 想在深夜听听自己的声音 于是在接起电话后不禁有些得意 只不过在真的得到对方用俄语表达的肯定后 男主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接着艾莉表示 自己其实是想起男主之前说过 他一个人复习会偷懒 所以才打电话过来问问情况 而当然男主现在确实需要一些激励 于是白毛就说不如打个读好了 只要男主在期末考进学校前三十名 就可以命令他做任何事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男主就得听他的命令 闻言男主脑海中 马上就浮现出了一些坏坏的想法 干净顿时就提了起来 然后对着电话那头说 你就等着哥哥的制裁吧 可白毛听后却有些不服 明明他们都是同一年的 怎么男主就成哥哥了 对此男主解释说 他记得白毛的生日是11月7日 而自己的是14月9日 当然可以自称哥哥 说到这份为顿时就尴尬了起来 男主只好连忙挂断电话 可他却没想到也就是生日这件事 让白毛产生了不小的误会 很快到了考试周 这天考完是男主约白毛放学一起回家 但在路上他却发现了 对方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虽然白毛表现的不是很明显 不过他还是察觉到了 这种情况是从上次打完电话后就出现的 于是男主趁这次机会 连忙问出了心中的想法 看到对方这么在意自己 白毛也顿时感到有些害羞 可既然男主明明就这么在乎他 为什么之前过生日 没有邀请他参加派对呢 文言男主有些疑惑 自己根本就没有举办过生日派对 难道在俄罗斯有这个传统吗 听到男主这么说 白毛也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他 要知道在俄罗斯 如果不邀请某人参加生日派对的话 就意味着今年不想跟这个人做朋友 对此男主有些得意的表示 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既然都这么说了 他就当有这么回事了 然而白毛天生脸皮就薄 哪里受得了这种调侃 嘟起嘴就要快步走回家 男主见状连忙叫住他 说自己今年也想和他好好相处 所以会举办一个迟到的生日派对 还请他务必要参加 听到男主的这些话 白毛顿时就开心的不行 周末男主单独约了白毛出来补过生日 却没想到也就是才刚在街上走了没多久 他就发现每个路人都会回头看白毛一眼 对此白毛早已习惯了 毕竟这就是当美女的烦恼 而且他一个人上街的话 还会被很多人搭讪 当然最后都被他用俄语一直说话给劝退了 闻言男主表示 还好白毛没有被那些低劣的搭讪手法骗走 很快两人来到餐厅吃饭 这时白毛突然对男主表示感谢 上次古山的生育危机多亏了他才得以解决 在吃饭时白毛不仅故意用自己的叉子 为男主吃东西 甚至接着在没有擦拭的情况下 还放进嘴里狠狠地缩了一口 说这就当做是谢礼吧 然后又拿出来一个杯子送给男主 要知道这可是情侣之间才会送的礼物 一般来说这种杯子都是成双成对的 但当男主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后 竟然没有得到白毛否定的回答 回到学校后 男主发现自己和马夏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 或许他还在为上次的催眠事件耿耿于怀 而由于今天是期末考试完后 老师和学生以及家长三方会谈的日子 所以一旁的会长收到了家人的消息 便先行离开了 马夏表示自己来收拾茶具 男主见状也连忙站起身来说他一起帮忙 于是趁着洗杯子的时候 男主先是对马夏施展催眠术的事道了个歉 对此马夏其实并没有很在意 毕竟当时是他提出来的 只不过他想知道他被催眠后 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不过在听到他只是抱着男主和妹妹摸头 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这时马夏也收到了妈妈到学校的消息 于是便将清洗茶具的任务交给了男主 做完这些后男主回到学生会办公室 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他和有希以及林奶 原本男主是想出去等爷爷的 但有希却不想错过两人的独处时间 听到有希这么说 男主也才发现自己确实很久没和他好好聊过 然而有希此时还在持续输出 说男主一定和白毛相处得很愉快吧 根本就没有在乎过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 却不料也就是男主刚想对此做出解释时 这时男主的爷爷也刚好打了电话过来 但当来到学校门口后 才发现爷爷居然穿着一身白色西服 顿时就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毕竟以前他就说过 只有极度自恋的人和外国黑手党才会这么穿 文言爷爷也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所以现在应该还缺少了一样东西才是 接着男主带着爷爷来到了老师办公室门口等候 却不料刚好撞上了白毛会谈结束出来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马上就要大事不妙 原来男主爷爷是一个对俄罗斯保持着强烈憧憬的人 所以在见到白毛后才会这么激动 这时白毛的妈妈在见到男主后 也连忙表示白毛经常会在家里提起他 但就在男主为此感到有些害羞时 他发现一旁的爷爷又不知道去哪了 很快男主的三方会谈结束了 但就在他准备回去时 刚好撞见了妈妈带着有希过来 顿时一些不好的回忆涌现在了脑海中 让他不愿上前去打招呼 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发了个烧 结果校园女神就找上门来了要照顾她 虽然白毛表面说是有希委托让她过来送药的 但下一秒就用俄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进门后白毛表现得有些局促 当然这并不是紧张 而是男主的味道让他有些上头 接着白毛来到厨房给男主煮粥 发现晚家上面摆着自己送的杯子顿时就高兴不已 毕竟这代表着男主平时真的有在用 很快白毛端着粥来到房间 而男主看见他穿围裙的模样忍不住调侃 吃完粥后男主又吃了些治疗发烧的药 药效上来让他有些饭困 于是就让白毛可以先回去 但白毛却不放心表示自己就在客厅看书 有什么事随时叫他就醒 男主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他本以为白毛应该已经走了 却没想到打开房门后 近看见有希正在和林乃对峙 而林乃见男主出来 连忙跑上前抱住他说 如果还是很虚弱的话可以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一旁的白毛健壮顿时就吃醋的不行 让林乃赶紧放开男主 并问他不是有希的女婆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对此林乃慌了一下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说是有希让他来的 然后反问白毛不是还要忙着为明天做准备吗 那么照顾男主的事交给他接手就行了 闻言男主有些好奇明天需要做什么准备 可白毛却不愿说表示只是上学 显然林乃和白毛之间有些不能让男主知道的秘密 而话说到了这白毛也只能无奈离开 接着林乃端出白毛下午炖了四个小时的罗颂汤 男主吃完便准备继续睡觉 林乃见状追进来问他今天要洗澡吗 对此男主表示今天太困了就先不洗 第二天早上醒来 男主感觉自己的发烧已经完全好了 但林乃觉得他毕竟是刚刚痊愈 还是请假在家里多休息一天比较好 这时男主突然发现 林乃给自己准备的药好像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让他把药的包装盒拿过来看一下 虽然林乃有些迟疑 可男主的命令他却不得不执行 而男主拿过药盒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以他的体质吃了这种药会试睡 看林乃的表现 男主知道肯定是有些让白毛去买的这种药 于是就想去学校看看是什么情况 可林乃却表示现在即便去了也赶不上 文言男主也没想到 有希居然会趁自己生病的时候耍手段 连忙换上衣服就来到了学校 走进教室后 白毛伤心的说是自己搞砸了 原来就在昨天早上 有希找到白毛说了男主发烧的事情 并表示自己有事没办法去照顾 所以希望白毛能够帮忙 对此白毛没有拒绝 却没想到这是有希又说自己还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想让白毛担任明天中午的校内广播嘉宾 因为他想讨论一下关于上次学生议会的事 可白毛觉得这样会伤害到古山 于是就说自己不想重提这个问题 文言有希也只好妥协 说只要白毛担任嘉宾就好了 却没想到在得到同意后 有希突然就换了一副嘴脸 接着有希表示 自己并不是真的想邀请白毛当嘉宾 只是觉得男主生病白毛一个人更容易击溃 虽然这是很明显的陷阱 但白毛却想证明自己只能故意踩进去 而也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有希突然转变态度跟白毛道了个歉 说自己昨天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一时冲动 因为他有一个无论如何都要赢得会长选举的理由 于是有希接着便说起自己原来是有一个哥哥的 他从小就无比的优秀 被父母和外公给予期待当成了家族的继承人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现在已经不在了 所以为了代替哥哥 自己必须努力地回应家人的期待才是 听完这些白毛的心境顿时就发生了变化 于是在接下来的广播中完全不在状态 面对有希的各种提问都是胡乱回答 而这也就导致他在同学们心中的形象跌落了不少 男主在听完白毛说完事情的经过后 表示有希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靠校内广播占据上风 毕竟现在才刚刚考完试 早上学校里面不会有多少人 所以这只不过是开胃菜 有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打击白毛让他变得消沉 这样不久后结业时他就无法发挥正常实力了 不过还好对于这次的失败 白毛只是觉得有些不甘心 并没有因此消沉 为什么笑着呢 嗯? 没有 真的 真的 我认为我做了 我认为我做了 什么意思 我还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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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心里